當西方媒體報告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人民代表大會時 他們大部份集中主義在皮毛上 因為習近平那篇演講講詞太長了 六十多頁 那麼長怎樣做 summary 不如講一下第二樣吧 原來講講一下 阿里要清清喉嚨喝彈茶就變成一個主要的內容 CNN就說 看看習近平站在這裏講兩個小時的事情 中間竟然要喝茶要清喉嚨 嘩他不行了他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這個李哲敬都留意到 今早我也在很多不同的tree 都留意到一樣東西 不如我們看看下面的怎樣說 下面的人就是 Jewer就是 當然一張習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比較不合適 因為這位拜登先生 不是這條 我有一條可以講到很多他的錯漏東西 譬如他用一個字來形容美國 嘩我們每個人都想聽 那個是什麼字呢 那個字是 沒有說出來 不知道 另外他就說 May in America 用兩個字 嘩 是將May in 貼在一起 因為In America 貼在一起 我不知道 這裏就有一個看到 他簡直被人禁止了 停止制 完全沒有動靜 終於閃眼了 一閃連閃幾次 他的樣子 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樣 傻了 這些很多 所以我們不需要一根根計較領導人 中國領導人是很辛苦的時刻 這個真 我們看到胡錦濤這次又參加 坐在習近平的左手邊 整個人老了很多 十年時間 老了很多很多 要別人扶出來 而且是 起床唱完國歌之後 坐下 習近平在另一手 扶一扶他 我們看到 其實中國的領導人之間 都有一些感情在